李东元的重要性我不跟大家多讲了 那么今天讲一个方子 我们讲什么方子 生羊一味汤 那么为什么打这方子开讲呢 这方子就是给秋天立的 你看到没有人有很强的季节性 当然了 这个无论一年世纪什么时候 遇到这个病症我们都可以用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李东元当初立这方子 是为什么立的 是秋天 人们更多的容易进入这种格局里边去 就脾胃虚弱的人容易进入这个格局里边去 那么这方呢 我就根据秋天特点给大家做个演示 对吧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去调整 所以啊 这方子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讲 因为现在正值秋天 对吧 我们来讲讲李东元的生羊一味汤 那么首先这方名 生羊 大家看生羊气 对吧 一味 这个味是哪呢 各位是这样的 读李东元的书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啊 脾胃混在一起讲 就是他说的胃 有时候是真的胃 有时候是什么 是脾胃 有时候他指的就是脾 李东元在写书 有时候 因为人家当时特别忙 大家能想象啊 无数人找到看病 都战乱中到处走 而且他讲的是 罗天忆的整理 所以呢 这有时候比较匆忙 那么讲的有的时候啊 没有现在讲的那么精细 写论文 必须要怎么这么写 人当年大诗人这么一讲 你就这么记就行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 生羊一味汤的 义这个胃 这胃指的是脾胃 你别光说 我就指这个胃 不是的 我们后世呢 把脾胃分的非常清楚 但李东元讲的时候呢 他经常的 有时候混在一起讲 大家一定要知道 对吧 那么这个方子治疗什么病症呢 就治疗脾胃虚弱的人 哎 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来看呢 首先李东元说 脾胃之虚 脾胃虚的人 正气不足的人 怎么样呢 这个怠惰事物 这人没劲 这我们大家能理解 对吧 脾胃虚的人 我们能理解 他总是没劲 哎呀 总是很懒惰的样子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看到这样的人 对吧 就是 哎呀 是一点劲都没有 好像你说 这精头不足的感觉 是吧 然后四肢不收 对吧 你没劲 当然四肢就什么 牡蜜蟹 对吧 有的人吃完饭 我沙发一躺 胳膊腿怎么样 不像自己的眼 让人一甩 那么我们之前 看过那照片 有个葛优躺 就葛优卧 葛优躺 葛优一个照片 躺在那 那种懒惰样 哎 就脾胃 估计有点不足 是吧 那种状态 那么 食指秋躁另行 什么意思呢 就到秋天的时候了 这种人到秋天的时候 怎么样 湿热少退 这湿热稍微减少了一点 当然还有 为什么呢 各位这样的 秋天之前 什么季节呢 我们说夏天 夏天紧急的是长夏 哎 这长夏呢 是夏天和秋天之间的 这么一个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大家能体会到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 这个主气什么 是热 对吧 照热 特别热 那么长夏什么 是湿 大家有个体会吧 就是夏天最后的一段 怎么样 天天下雨 包括现在的时候 全国热然在下雨 对吧 这是应该说初秋 实际上呢 这个时间我们分割 这么细啊 但实际上它气有特点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并不是说呢 一到立秋了 嘎嘣一下 天气一下就凉了 哎呀 空气就干燥了 不是那回事的 中间会有交叉的 所以您看现在 已经立秋了 对吧 这个就这讲课的时候 已经立秋了 但仍然有什么 长夏的特点 长夏什么特点 就是下雨 湿啊 打地这个泥泞啊 是吧 然后呢 到了秋天呢 哎 这种湿气啊 渐渐的少了一点 前面那长夏天很热嘛 湿热 湿热少退 但是有没有呢 还有 还是有湿热 但是这时候秋天了 那么天气呢 开始有点凉了 那么接着分析啊 李东元写的症状 我们接着分析 那么在这个时候 哎 脾胃虚弱的人 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哎 体重节痛 什么意思呢 就身体感觉沉重啊 因为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嘛 正气不足 关节有点疼了 这什么意思呢 各位这是这样的 脾主四肢 大家明白吧 这个我们身体的四肢 谁来组的 脾主的 脾胃一虚弱 四肢出问题 因为什么 你气血 正气啊 运行不到这个远端了 所以肢体该出问题了 那么这时候天气稍微一凉 哎 那么怎么样 你的正气运行不到四肢 所以天气一凉呢 你四肢就容易受外边的温度下降的影响 所以容易关节疼痛 这里边还有一什么因素呢 你体内还有这个湿气在里边 有可能还热呢 还湿热呢 对吧 但是依旧就感觉关节还疼了 因为受到外界这个温度一下降的影响了 那么接着还有什么症状呢 口苦舌干 这嘴里发苦发干 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因为你脾胃虚弱 对吧 我们这脾气不往上升 脾气不能升 脾气如果往上升 胃气往下降 气急运行正常的话 那么你体内的这个筋液 天筋的筋液体的液 运行正常 所以上边呢 尤其应该有唾液 那么现在呢 这脾气不升 结果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筋液不能往上边走 对吧 所以会觉得口干 这个大家知道 嘴里边尤其舌头 跟脾胃关系密切 对吧 这个脾开窍于口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就会干燥 那么口苦也是干燥的一种表现 另外口苦还有什么表现 还跟什么有关 大家能知道吧 我讲了这么多的 还可能跟情绪不好有关 跟这个肝气欲结 对吧 肝胆不合 有关系 所以当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脾胃会不会好 脾胃肯定不会好 对吧 那么脾胃不好的人 我们要怀疑什么 怀疑他可能情绪也有问题 所以这里边是个浮现 我给大家这么一点点讲 这是个浮现 我回头讲这里边有多重要 嘴里这种人容易发苦 对吧 那么你越是肝气不舒的人 你脾胃越不好 你肝肃疏泻 对吧 气血越不通畅 那么到秋天的时候 你表现的越明显 天气稍微凉一点 你的关节疼了 你的胳膊腿更没劲了 等等开始出现了 那么食无味 李东元说食无味 什么意思呢 吃东西也没味道 就不是那么特别香 这食无味 你说是体会出味道来 对吧 体会出味道 是体会的不清楚 为什么 脾气不足 所以这味道 就觉得没什么味道 另外一个食物味代表什么呢 代表没有胃口 就这时候脾胃开始觉得 哎呀 这个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 为什么脾胃虚弱 大便不调 各位 这包括什么 包括干燥或者腐蟹 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腐蟹 稍微凉一点的腐蟹 对吧 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通病 那么为什么腐蟹 就是你脾胃虚弱 到秋天 这个素降之气 这个天开始凉了 对吧 这个素降之气 一来 稍微一凉点 这人不行了 什么 这皮羊本来就不足 是吧 一下大便开始浮泻了 有的人当然也是干燥 因为秋天那个 灶气当令 那么小便贫瘦 那么小便呢 总想去 一会去一趟 一会去一趟 稍微找点凉 是这样 那么不是食 就不想吃东西 食不消 不想吃东西 就算了 吃东西 吃了呢 也不消化 好像棚在那 胀着 对吧 这个不能消化 所以食无胃 什么对什么没胃口 不适时 也确实不想吃东西 对吧 这个 嚼着嚼着 不想往咽 那么吃完了以后 又不消 对吧 这是这个 这个脾胃虚弱特点 然后呢 李东元说 肩健肺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知道 肺和脾胃什么关系 对吧 肺属筋 脾胃属土 土生筋 这是五行里的关系 土生筋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脾胃是肺的母亲 只有脾胃正气足了 那么肺才能怎么样 我们的肺系统才能正常 那么如果你脾胃虚弱 那么肺怎么样 肺就不足 那么肺气不足的时候 一到秋天怎么样啊 坏了 为什么 因为秋天对应肺 对吧 属筋 那么如果正常的话 秋天怎么样 肺筋当力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肺气不足的话 在秋天呢 症状表现的更明显 因为这个怎么样 我们是通俗的讲吧 就是肺呢 是组什么 我们身体防卫的 对吧 我们肺气 那天呼吸 然后组身体防卫 对吧 肺是什么 我们呼吸系统 是我们身体接触 外界的第一道 这个防线 那么到秋天的时候 天气一凉 那么你肺气坚固的话 没事 如果肺气虚弱的话 这时候就容易出毛病了 容易出问题了 那么如果不说外感的话 就说到秋天了 肺气弱 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首先什么 叫撒吸物寒 什么意思呢 就总是觉得冷 哎呀 这种人这个浑身呢 你看这风一吹 起鸡皮疙瘩 对吧 总觉得冷 比别人多披衣服 各位这能理解吧 是吧 这个肺主一身之表 肺主皮毛 那么当外边温度稍微一降 你肺气不足 于是怎么样 立刻就觉得开始冷了 是吧 然后惨惨不乐 这话很有意思 这话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是说这个肺气不足 一到秋天呢 怎么样 这人就开始不开心 哎呀 就开始悲伤起来 就不能乐起来 各位 李东元描述的是非常精确的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知道啊 这个抑郁症患者 夏天的时候 天热的时候 他觉得很好 一到怎么样 什么时候开始中呢 日照减少了 对吧 秋冬的时候开始中 所以很多人 你看这个前两天 看这新闻 一个小女孩 在吧 16岁了 家里边呢 学钢琴去 就学了一天 抑郁症什么 回来发作 从楼顶上跳出来 他爸爸一看到 女儿从楼上跳出来 去接去 然后这父亲很勇敢 真是很伟大 一接 女儿把他给砸死 两个人都死了 为什么 跟大家讲 我现在看秋天 很多抑郁症患者 开始发作了 我们过去说 悲秋 悲秋 不是开玩笑的 对吧 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这个严重了 其实很多是抑郁的 那么 李东元说的 惨惨不乐 这个 讲出了一个什么 讲出了一个病因 就是脾胃虚弱 青阳不生 对吧 肺气虚弱 到秋天的时候 这个 素降之气一来 立刻怎么样 他开始不开心 冷人就 所以啊 这个 大家找这个深层的原因 那么面色恶而不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脸色不好看 这个正常人应该怎么样 这个红润的 对吧 像这种人脾胃之气不足 你想一想 可以想见 脸上是黄白的 对吧 一到秋天再一凉 完了 怎么样呢 面色就不好看了 对吧 不合 这都什么原因呢 李东元说 乃阳气不生故也 是什么 阳气不旺 不能够什么 伸展开来 去到全身去 温序我们身体 那么这时候怎么治呢 当生阳异胃 就我们生这个阳气 异胃 异胃什么 意思补异 对吧 补异什么 脾胃 他说这胃 其实补异脾胃的意思 明子曰什么 生阳异胃汤 那么这个 生阳异胃汤 这方子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讲讲 这方子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 那么这个方子呢 首先以黄旗打头 黄旗二两 这个是回头 是严惩末的 每次这么说 不是说一次就喝二两的 黄旗 这比例很大 二两 黄旗干嘛呢 我们从讲 这个张西纯 讲这个生县汤开始 大家都一直熟悉用黄旗 有种黄旗 李东元的补充一汤 里边有黄旗 这一系列方子都用黄旗 黄旗干嘛 服正气的 服这个脾胃之气 服肺气的 所以黄旗呢 是补正气的 哎 一个特别和缓的 而且有力道的 这么一个药 那么像李东元的老师 张元树 他就说什么 他说这个黄旗是干 味道是干的 纯阳 大家看纯阳 就纯粹补阳气的 对吧 易胃气 他说的胃气呢 也是脾胃之气 所以啊 这味药呢 是李东元 他们这个体系里边 最常用的 就用的最多的药 后世张西纯 就是继承了这个思想 创了什么 创了这个生线汤 对吧 创了这种思路 那么黄旗 这药里边是 生阳一味汤里主要的 我们知道是 补脾胃之气的 补肺气的 然后配什么呢 然后配了 人参 白族 茯苓 甘草 哎 派了这些药 这是什么 四菌子汤 对吧 人参 白族 茯苓 致甘草 那么这四菌汤干嘛呢 补脾胃的 补正气的 补中气的 对吧 我们把中焦 这个脾胃给你补足了 那么这里边呢 人参用的是一两 大家看到 这份量也比较足 比黄旗稍微少 少了一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炙甘草 用了一两 各位这什么含义啊 炙甘草用量很大 为什么 补中要脾胃的 炙甘草是这个补中的 对吧 我们讲过 这种炙甘草汤 那么炙甘草补中 人参和炙甘草 各用一两 大家看 分量比较重 然后白族和茯苓呢 各用了三千 哎 这量就降下来了 所以啊 李东元这方子呢 哎 这是以补为主 而且补匹的这个量呢 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人参配这个什么 这个四君子汤 然后再配什么呢 哎 这方有意思的 半夏 半夏用量还挺大 用一两 各位这什么意思呢 对吧 李东元呢 他让这气油往上升的 同样怎么样呢 你一直往上升不行 还要往下降的 半夏什么 是往下降的气的 有造势化弹 有降气的作用 把气机往下降 对吧 所以呢 他的方子是有升有降 如果这时候用药呢 这方子只是往升的 其实有为天使 为什么 秋天 整个大气 气机往下降 对吧 速降为主 这时候你非要找气往上升 这也是 不是特别恰当的 虽然这人 这个脾胃之气弱 清阳不升 当然我们有升 也要有降 对吧 让你该降的 我们就升清 降灼的 对吧 灼气往下降的 是吧 那么半夏配什么呢 有意思 半夏配上陈皮 陈皮四千 对吧 配上什么呢 配上福林 福林这个三千 对吧 再配上至干草 什么方子 二臣汤 二臣汤干嘛呢 化弹的煮方 对吧 所以四君子汤 是补气的 对吧 这个煮方 主动的煮啊 煮方 二臣汤 是化弹的煮方 这个后世的 很多化弹的方子 都是在二臣汤的基础上 加上的 对吧 那么这一束方子里 为什么加上化弹呢 各位 脾胃虚弱之人 夏天 长夏 湿气很重 对吧 那么这个湿气这么重 你脾胃也有虚弱 你无力把水池 运化开来 那么湿气会越来越重 脾胃越来越虚 这时候容易在身体形成什么 形成弹湿 所以这身体里边 是有湿气的 要弹湿 那么这时候天气再一凉 哎 这弹湿就更重了 所以呢 这时候身体呢 里边是有弹湿的 这时候一会儿的伏笔啊 身体还有点热 因为夏天 人还是比较热的 这个流的是湿热 这湿热在里边 虽然外边天凉了 体表凉 里边怎么样 湿热还有 所以怎么样呢 慢慢凝结成弹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这个体内弹湿比较重 那么这方子 加上二臣汤 帮你这个把这弹湿啊 给清除掉 垃圾清除掉 我们说生清气 降灼气 降的灼有什么 包括这个弹湿 那么这里边 半夏 后边李东元写一句话 此一味 卖色者一用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药啊 是可以调整的 你量可以减少一点 对吧 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话 弹湿减少一点 那么如果 这人卖不色 卖色什么意思 经络不通畅 有的时候 弹湿里边堵着 对吧 如果这人卖药 不那么色 颜外之意什么 这药也可以去调整 甚至可以去掉 所以呢 李东元的方子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比较 这个切合实际的 那么在不脾胃的基础上 还又加上了化痰的 又加一味什么药呢 加了黄莲二钳 黄莲这药 家里边干嘛呢 黄莲什么 清热的 为什么呢 所以体内 还有点湿热 我用这黄莲 帮你这个 这是二神汤 帮你化痰 对吧 那么黄莲 加点什么 清的湿热 那么像这种 不脾胃 生阳气的方子里边 加上类似黄莲 这种清热的药 这也是李东元 用药的一个特色 这一个特色 我回头讲了 为什么 这里边 这个其实奥妙 是无穷的 这个我们现在琢磨起来 真是奥妙无穷的 哎 李东元 他讲的理论什么呢 这个我们大家 简单讲一下 其实中医院校 学生们可以多研究 李东元呢 认为什么呢 当一个人气虚以后呢 会怎么样 会有这个虚火出现 那么这种虚火呢 往往让人们认为 这是有外感 所以这是李东元 另外一本书 内外伤辩护论的 讲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 一个内容 就是什么呢 就很多人以为 这种外感 这个感觉发热 对吧 这个这个 好像是一些外感病一样 那么结果 按照外感病去治疗 全都治疗错了 那么导致很多人的身体受伤 那么李东元就跟大家讲 说在正气虚弱 尤其脾胃受伤之人呢 哎 他会出现这种虚热 那么这种虚热呢 会进一步导致身体的这个紊乱 所以呢 李东元呢 他甚至管得说 这就是元气之贼 对吧 他说的这个很厉害 那么李东元呢 因此呢 在这个方子里边 经常在这个补气 生脾胃的方子里边呢 加一点这个清热的药 这个黄莲 是具有轻湿热的作用的 对吧 所以加这个黄莲 加一点 像这种药呢 它只加一点 分量非常轻 在整个方子里边是最轻的一味药 但是呢 没有这味药不行 因为它是什么 砝码 就非常重的一个砝码 所以啊 我们往往给大家印象 好像李东元的所有的方子 都是补阳气的 对吧 这个补脾胃生阳气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这里边有很多细分 像这个生阳意味汤呢 大家现在基本上这么认为 就是它的方子是 补脾胃生阳气 轻湿热的 这么一个方子 因为它里边有化痰湿的 对吧 有清热的 所以是清湿热的 这么一个这个方子 而且是个非常经典的方子 那么除了这些药之外 还有什么呢 它加了一味白勺 对吧 白勺干嘛的呢 白勺是揉肝的 大家看这个是很讲究的 李东元呢 他说这白勺是补肺的 他说这个何故秋旺 用人参白足 对吧 勺药之类反补肺 为什么补肺 白勺为什么补肺的呢 各位 我们知道白勺是脸肝柔肝 对吧 和谐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 情绪不好的话 肝气不俗 肝气欲解的话 那么肝气暴力 这么样欺负脾胃 对吧 那么还其有什么 还其有费金 叫肝母反母费金 所以呢 这里边用白勺 去脸肝揉肝 收脸肝气 会怎么样呢 会减轻肺的压力 像这样的人呢 大家知道 李东元前面特别讲了 惨惨不乐 情绪不好 跟什么有关 跟肝有关 对吧 那么这时候收脸肝气 我给你揉肝 这个脸肝气 那么肺筋怎么样 就不被克 那么得以轻松 这时候再补肺 再补脾 才能真正的补好 所以白勺这味药呢 用的是非常巧的 对吧 那么除了 大家看黄芪 对吧 加上四菌子汤 加上二神汤 清湿热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点黄莲 帮你清这个湿热 是吧 加上白勺 帮你揉肝之外 还有什么药呢 还有最主要的药 哪些药呢 防风枪火 毒火 这什么呢 各位 这就是李东元 特别擅长的 蜂药 那么这几味药呢 我们在前边 一案里边已经讲过了 对吧 他们特别擅长用的蜂药 这蜂药什么呢 就驱蜂之药 疏蜂之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受蜂了 哎呀 这个寒蜇伤到你 蜂蜇伤到你了 对吧 那么用这样的药 怎么样 能够通经落 他说心温之药啊 能够心温热的 能够通经落 把这蜂蜇啊 给驱逐出去 所以叫驱蜂之药 那么李东元 为什么在方子里边 总加这蜂药 你看呢 防蜂 枪火 毒火 为什么加这药呢 哎 他们这理论认为什么 这些药都是阳中之阳 所谓清 药性特别轻 往上面走的 所以呢 能够把整个 你补肺嘛 补皮补肺 对吧 把这个补进去的 这药性怎么样 往上提 因为你现在怎么 清阳下陷了 对吧 不能往上走了 所以我给你生阳气 把它生起来 让你这个往上走 这是他们这药的用法 所以李东元 他们的方子 基本上这思路是什么呢 就大多数此类的方子 都是补脾胃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黄奇 加上四君子等等 这些人参啊 白猪啊什么都用 然后一定要加点蜂药 对吧 要么柴虎 要么生娃 要么这个防风 要么这个枪火 毒火等等这些 往上这个 帮你生这个阳气 对吧 所以呢 这是他们的用法 叫生阳意味 往生这个阳气 那么像这类风药 它还有什么意图呢 是这样的 古代还有句话 也就是他们李东元 他们讲的什么 风能胜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到大地啊 泥泞不堪 对吧 那么什么情况下 它会干呢 刮风 武当风大起来的时候 哎 它的湿气慢慢就散掉了 对吧 就是大地就干了 那么晾衣服我们也知道 对吧 那衣服一方面太阳晒 它会干 另一方面怎么样 刮风 这风一吹 衣服干了 所以风能胜失 那么我给大家讲了什么 就叫驱风之药能胜失 所以他这个说风能胜失啊 用的都是驱风之药 对吧 散风之药能够胜失 那么为什么这风能胜失 或者说驱风之药能胜失呢 是这样的 当我们体内湿气重的时候 我们体内处于一种什么 一潭死水的状态 对吧 这个实际正气不足 所以流通性变差 那么水液就储留在体内 这个组织间隙都有 所以呢 这个时候水是不容易去掉 那么这个驱风之药 像这些什么这个防风啊 枪火毒火 白纸啊 对吧 经界啊 对吧 像这些药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各位 这些药为什么能够治疗这个风湿啊 就能够这个治疗关节疼痛的吗 有通行经络作用 增加我们身体机体里边的什么 通透性 所以当这个气血 他用的药以后 气血能够通畅的时候 你这一潭死水怎么样 被打开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再加上不脾胃的药 正气恢复一些 迅速的能把这些储留在体内 像死水一样的 这个湿剂给排除掉 这是风能胜失的一个什么 一个内部机理 就是我们大家通中医 通常不讲的机理 就讲风能胜失 所以用风药就能够趋 趋着湿气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实际核心的之一 就至少它里边一个机理 一定什么 是这些药能够增加体内 这个集体的通透性 对吧 促进气血循环 它有通经络作用了 对吧 能够促进这个 集体的这个气血循环 然后我们再补脾胃 增加正气 立刻把它湿气就去掉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 用风药什么呢 是这样的 各位一定要知道 这些风药 疏风之药 它有疏通的作用 各位您知道身体里边 哪个脏器负责疏通的 哪个脏器 我们说肝阻疏泻 对吧 所以呢 各位 这些疏风之药 实际上呢 它有一个功用什么 都是能够帮助肝的疏泻的功能的 就是你肝阻疏泻 对吧 可是有时候肝气阳制了 这气血不通畅了 所以肝就失去了疏泻功能 这时候我用疏风之药 帮你通开 通开对吧 那么这一通开 怎么样呢 帮助肝疏泻了 所以它能够助肝 增加它的疏泻功能 这是这些疏风之药的第三个作用 这作用非常厉害 为什么说非常厉害呢 因为我们说肝胆 这个邵阳 我们说邵阳 这肝胆呢 一旦阳制了 这边肝气不疏 会横一刻皮土 会气有脾胃 所以呢 像这种脾胃虚弱之人 你说为什么 这人脾胃这么虚弱 一方面隐私牢卷 对吧 这胡思海塞 或饿肚子 把自己身体高垮了 另外方面什么呢 情绪一定不好 跟情绪有关 对吧 你想李东元当时碰这些人 对吧 当年被蒙古军围在城里边 然后这个怎么样呢 饿肚子饿得都吃树皮了 然后城一开 死了上百万人 为什么死的 为什么 这个是脾胃虚弱 那么脾胃虚弱 饿肚子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什么 蒙古军在外边天天攻打你 天天死人 你说在里边紧张不紧张 等于把这个什么 把人给围在里边 天天用死亡威胁你 又让你饿肚子 所以呢 各位 这个是情绪的压力 再加上什么 脾胃虚弱 这两个都是让你身体 正气 元气 崩溃的原因 所以各位 我们这个从来 李东元自己没说过 这里边怎么说干 没讲过 但是我们看他方子里边 人家都用上了 而且人家这方子里边讲了 惨惨不乐 人家这把情绪问题 给你点出来了 没深讲 对吧 所以像这样的人 这种这个疲惫虚弱 这个正气下限 这样人呢 没有一个 那情绪高亢的 啊来兄弟们喝 哈哈哈哈 没有那的 没有 全都 蔫的 然后情绪有点抑郁的 全是这样状态的 那么李东元 把这个事情已经点出来了 我们给你再衍生一下 告诉你这里边 为什么用这些药 这些疏风之药呢 是能够帮助肝脏输泄的 进而能够解除您 情绪的压力 因为它生阳气 对吧 让你气血通胀起来 那么这样人呢 你的抑郁状态 能够帮助你解除掉 所以这是疏肝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个呢 可能大家一直没注意过 这是什么 这是这种这个药的特点 那么跟这个白勺再一配合 怎么样呢 一边给你帮你疏肝 一边帮你揉肝 大家看到 把这个脾胃虚弱的 一个重要的来源 给你解除掉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来看看